白宝山想想天安门广场国袭会队的枪 他从新疆带回来的一百多发子弹 还没有用武之地 虽然这个想法太过荒谬 但他总是压抑不住内心的冲动 其实就在不久之前 白宝山已经抢了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 还打上了一位名叫李小龙的值班哨兵 那是1996年3月31日 晚上10点钟左右 石井神区高井热电厂 李小龙像往常一样值班 白宝山则趁着夜色偷偷藏在一边 喂 哨兵 比赛结束了吗 急比起啊 就在他不远处的地方 一个凶神正胡适淡淡的盯着他 白宝山拿出手电 朝上一根钢管 看了看港厅里面的枪 就是这个 他把自己的手电头和背包 放在地上摆好 然后躲在电线杆后面 为吸引少兵过来 白宝山捡起个石块 朝港厅扔了过去 少兵听见外面有动静 立马出去查看 谁知并没有人 只有个手电和背包 少兵感觉是有蹊跷 刚想仔细看看 白宝山突然从后面出现 白宝山一刻不耽误 捡起步枪就翻墙投了 已经有了一把枪 但白宝山还是不满足 他还想再抢一把手枪 毕竟长枪不太方便携带 于是一周后 白宝山来到了北京 装甲兵司令部留守处 为了寻找时机 他遵守在离司令部不远的野地 等天色一暗 这边立马持枪折起 因为小时候爱打鸟和老鼠 所以白宝山枪法非常准 但因为天色暗看不清 白宝山只是将士兵击倒在地 并没有一枪毙命 等他再想上前补枪时 进行追捕 眼看白宝山就要被追上 他当机立断让司机停车 随即跟武警战士进行了火兵 这些武警是临时调来的 并不知道对方手里有伤 于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没一会儿 四个人便纷纷中弹受伤 而白宝山则是迅速找了个野地 抱着强猫了一晚 其实白宝山刚出狱时 是想改写归正的 可又是什么 让他彻底踏上了这条不归路呢 我 大西北来了 是 你咋派伙办什么 登机办户口 那边管教没告诉你 一回来就到办手办当 这都几天了 你这户口马上办 办不了 起码得半年 为什么呀 我已经释放了 我这有释放证书 我是合法公民吧 第二行怎么都没想到 就因为自己今天的藐视 让日后京城 多了一个恐怖的杀人狂魔 1996年3月7日 经历了13年监狱生活的白宝山 终于得到释放 出来后他对生活充满了希望 尤其是看到贫困的家 暖性的兄弟 和年迈的老母亲时 更是下定决心 同心做人 家里突然多了一个大男人 其他人也没有嫌弃 而是你十块 我几百地 给白宝山凑出了一笔钱 老太太更是每月 从退休金 筹一百块 给白宝山做补贴 弟弟看哥哥没个像样衣服 还专门带白宝山去商场 从头到尾换了一声 看着焕然一新的宝山 老太太心里别提多开心了 这才像个北京人 你刚回来那阵 我一看见你 就想起那大西北 心里难受 做买卖找工作 没有户口肯定不行 弟弟便带着白宝山 去当地的派出所办户口 没想到骗警是个势力言 尤其看白宝山是刚放出来的 更是没一点好脸 我已经释放了 我是合法公民吧 那凭什么 不过上户口 说 你还这样我 你要这样说 那等两年 干什么干什么 两三眼 弟弟怕哥哥把事办砸了 赶紧给骗警赔礼一遍 这儿竟这才让去拍照片 拔财了不齐 可得两人费半天进派完照片 那边又传来消息 但必须去秦江派个证明 这么左右为难 摆明了就是不想给你罢 看来不送礼是果不去了 白宝山心中越想越气 暴力的分子 开始在身上发酵 他不给我伤父 我也不要父母 他不让我活着 我求 宝山 你可不能胡来啊 为了不让母亲担心 白宝山强压愤怒 直到出了大门 杀神后 白宝山的内心 有了一丝莫名的快感 之前的改过自新的想法 又完全破灭了 白宝山为了抢强 专杀哨兵 这次他盯上了北京丰台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参谋部 八一射击场 经过蹲点他发现 门口站哨的士兵 都会配有一把手枪 于是立马趁着夜色行动 白宝山藏在暗处等待时期 这时正好过来辆车 因为两位哨兵是轮番值班的 所以只出来了一个人 车子一走 白宝山立马瞄准三枪 白宝山连开三枪 把屋里的哨兵吓了一跳 这是个刚来不到俩月的行兵 看白宝山冲这边来了 赶紧跑到床上躲进了被子里 可这怎么能骗得过极致的白宝山 毕竟床上那么大一坨 桌上的泡面也有两碗 但不知怎么 白宝山既然没有开枪 放了他一马 过了不知多久 小兵才敢露出头来 出去一看 另一个老兵在地上躺着 赵海嘎 你怎么了 那边有人 没有人啊 海嘎 看老兵不在动弹 小兵看了看鼻息 发现已经没气 正当他不知所措时 一个人进来了 小兵立马又窜回床上 老头是附近的邻居 突然电话又响了 是大队的顾三母 没一会儿 领导也过来查看情况 可能是怕自己受到牵累 有嘴说不清 于是小兵便说了谎 直到警局下来人 小兵才交代了事情的原委 经过现场的弹痕对比 警方发现 这次案件 跟前面的案子是同一个凶器 因为犯人计划缜密 犯罪又频繁 所以警方猜测 可能是团伙作案 白宝山不知道 那俩哨兵压根没枪 腰间佩戴的 只是个唬人的空箱套 虽然也算懊恼 但他还是装作没事人一样 回到了母亲家 寒暄几句后 就跑到房间呼呼大睡 白宝山看着可怜巴巴的女儿 再看看桌上的咸菜窝窝头 内心酸楚万分 确实是他没本事 为了让妻女尽快挂上好日子 白宝山想出了一个捷径 就是拿来主意 邻居家的破衣乱挂 房檐下的半熟柿子 厨房里的锅碗瓢盆 都是他的目标 开始还都是些小的 后来东西就越来越大 从两轮自行车 到四轮汽车轮胎 能用的能卖的 他兜头 打工这辈子是不可能的 白宝山手脚很麻利 行动大多都很顺利 看前面的装装件件 发愿直接给他判了14年 虽然不知道别人怎样 但白宝山一直觉得不公 他觉得不应该背叛这么多年 一进监狱 妻子就跟他离婚了 这些事情犹如梦魇 一直萦绕在白宝山的心头 直到老 蹲过大佬的儿子 能找个这么漂亮的媳妇 已经是少高祥了 所以白母很是满意 而白宝山看着这个 温柔贤惠的女人 也同样动了心 虽然白宝山作战能力非常强 但对于这种事情 还是比较羞涩的 还需要对方主动 两人都提前了解过情况 开始谢于明 有些介意白宝山的过去 可等得知对方是北京人之后 就立马改变了想法 他觉得白宝山可以变好 开始两人还是正常发展 直到一个暴雨夜 将两人的关系快速拉近 女人本来在埋头算账 没想突然停电 天空还打起了闷雷 这让她有些不敢入睡 于是想起了那个强壮的汉子 谢于明穿好衣服冒着大雨 两人结伴来到了谢于明家 因为雨实在太大 两人身上都淋湿了 谢于明一进门 就脱下又湿又粘的衣服 在一旁用毛巾擦干 这下山子哥总算是反应过来了 看着女人凹凸有志的身材 在大西北放了十三年牛的她 哪能受得了这个 立刻走上前去 谢于明象征性地挣扎了几下 都没能逃脱前置 谢于明还想挣扎 双方同意 老人支持 两人很快就开始了同居生活 为了让生活质量更高一点 谢于明让白宝山跟着自己练摊 可白宝山哪能干到了这个 女人也并没有让她收心 她还是想着要搞墙 白宝山坐车来到河北省徐水县 寻找下一个作案目标 晃悠一会儿后 她看上了武警的枪 于是借着钓鱼去做事 为了不让枪暴露 她让谢于明去母亲那吃饭 可谢于明总觉得她鬼鬼祟祟 并没有去 这让白宝山脾气一下子上来了 可能是不想影响正事 白宝山整理了一下心情 又红起了谢于明 谢于明马上喜笑颜看 白宝山也终于有空办事 白宝山摇起一勺热汤 扑到身后的小孩身上 白宝山这样做 是因为小孩动了他的枪 他装鱼锯的袋子里 正有一把五四式半自动骨枪 白宝山来到一片野地 挖个坑把子弹和枪 分别埋了起来 这方面他几天后来这里作案 回到家 白宝山让女友给弄吃的 没想女友直接发了火 女友以为白宝山在外面撩妹 白宝山觉得女人应该三从四得 两人的矛盾瞬间激发 白宝山丝毫不怜相信 强辣硬拽叫人拖到床上 然后自己收拾东西离开 白宝山又回到了母亲家 恰巧新上任的民警 上门询问申报户口的事 这看似是在了解情况 实际上是在摸牌 幸好白宝山心理强大 从容应付了过去 没有户口也没有身份证 我想起个照做点小买 都起不了 那这些日子 你就天天这么呆着 天天呆着 睡觉 早先可不就天天呆着吧 最近出了个对象 跟他在法海市市场 卖点小买货什么 那你白天做买呢 买什么都干什么 有时候到我妈这来呆着 不过来的时候呢 之后对象早上睡觉 就在这时 谢玉民正好找上门 除了叫白宝山回去外 顺便让白母管教管教儿子 这正好完美掩盖了过去 警察临走时 还不忘训斥白宝山 让跟对象好好过日子 有了老太太出马 小两口很快和好 谢玉民还是想踏踏实实做个小生意 但白宝山不想干苦力 就是想一夜包覆 他的目标是三百万 白宝山准备去临县 抢武警官兵的枪 因为枪事先就买好了 所以即使警察挨个儿搜 也什么都没查到 他们再一次跟罪犯擦肩而过 而这只是白宝山犯罪 直路的开始 白宝山准备抢武警官兵的枪 他先将事先买好的枪和子弹挖出来 然后找了个地方就地躺下 抱着枪睡了一觉 等到日落西山 就是行动的时刻 白宝山脱下外套 换上绿军装 戴上手套 前往目的地 这里是徐水某野战军基地 白宝山像个受过专业训练的狙击手一样 不服草拟在 正对弹药裤港哨的篱笆下面 这里距离哨兵还不到十米 连说话的声音都听得很清晰 为了等待实习 白宝山在这儿一直猫了四个多小时 直到凌晨十二点 终于等来了机会 哨兵正好又在换港 白宝山丑损时期果断开枪 两名战士均被打倒 侥幸逃脱的那名战士 在持续的枪声中爬进大门 暗响了报警电铃 白宝山见情况有变 立即抄起枪 摘走了哨兵的拔腰式自动步枪 然后快速消失在丛林中 这两个被打倒的哨兵 一位后来抢救了过来 另一位不幸牺牲 十几分钟后 战士们拿到武器 立刻全部武装 组成若干战斗小组 部下天罗地网搜查白宝山 和那十几分钟的时间 已经足够白宝山逃脱 他跑到了事先就采好点的安全范围 等天快亮时 又找到一处废弃砖摇 此时的他已经身心疲惫 于是抱着两条枪就去睡了一觉 第二天早上六点左右 白宝山终于睡醒 他连忙跑到隐蔽地点 瓦坑把枪和子弹分别埋了 为防治以后找不到 还在上面做了个记号 最后他又换下 周岸石的绿军装和胶鞋 扔进了附近的收水沟里 早上八点钟左右 白宝山焕然一星 站在公路上 拦了一辆开往北京的长途汽车 他没过多久 就遇上了查射的军队 看白宝山有多狂妄 刚上完武警 就敢主动找士兵聊天 出什么事了 搞得这么紧张 哎呀 小兵哪知道 面前的这位 就是他要找的人 为了抓住白宝山 军队一共射了三道卡 但都被白宝山平安通过 这是一个士兵上来查身份证 很想就可以这么混过去 没想士兵又拿来本子 让在上面登记 白宝山有些忐忑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李强 李英人 家庭住址是西之门卫大街 毛鸡胡同35号 你的身份证号码是多少 我的身份证号码是 1101045606 23541 之所以能这么轻易骗过去 是因为白宝山不是胡编乱造的 他骗的身份证号开头六位 全部是正确的 现在算下来 白宝山已经犯了五起答案了 总共抢了两支步枪 但他还不满足 他还想再要一支五四手枪 可因为北京河北的环境 有些严峻 不能够再作案 于是白宝山准备 去谢玉敏的老家 四川省军联县搞一支 为了办事方便 他还给谢玉敏说了有枪的事 谢玉敏开始吓了一跳 但听完白宝山的解释 就没再多想 不过他并不想回去 因为在四川老家 还有个盗山门的老公 和两个孩子在等着他 原来谢玉敏并没有离婚 白宝山刚听完心里也十分震惊 但思考了一会儿后就放下了 这样一来 谢玉敏正好能为他以后犯罪打掩护 就这样 两人踏上了去往四川的火车 没想还在车上碰到了熟人 正是白宝山在新疆复兴市的育友 王强 两人一见面 立刻到餐车搓了一顿 也不免回忆起了牢狱生活 是什么让白宝山有这么大的怨念 因为家里穷 他偷了一包玉米回去喂鸽子 没想被主人发现 追逐中他打了主人一棒子 就被判了十四年有期徒刑 就让白宝山十分不服气 他先在北京西城监狱待了八年 然后被注销北京市户口 遣送到新疆石盒子秦安监狱服刑 在这期间 老婆跟他离婚 带着一双儿女令驾他人 这让白宝山有了报复社会的想法 在秦安监狱里 他结识了一位因报复杀人入狱的大哥 李洪亮 李洪亮是山西人 服刑前在某军事部门共职 有着丰富的军事及枪械之士 白宝山对他打心眼里佩服 这也成了白宝山的启蒙老师 秦安监狱建造在茫茫的戈壁之中 北部仅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 刚到那的白宝山经常中暑云的 幸亏有李洪亮照顾 看白宝山这么辛苦 李洪亮就建议他 弄个自由饭当当 自由饭跟其他饭人不同 同时的劳动各家轻松 比如种菜 养猪 放牛 放养等 并且还不受监狱作息制度的限制 但成为自由饭是有条件的 第一需要服刑器过半 并且表现良好 第二要交纳一万元的保证金 这可让白宝山为难了 他家人口多 父亲还早早病逝 母亲为了养活他们 从小就将白宝山送了出去 但也是因为这样 家人还是强行凑齐了这笔钱 因为他们觉得 白宝山走上犯罪的道路 跟把他送出去有关 1992年 白宝山成为自由饭 和育友李宝玉 傅克军 一起住在牛棚里 负责饲养照看时系头奶牛 牛棚的宿舍中配有电视机 可供他们姐们 工作之余 还可以离开监狱 去最近的沙湾县城放风 甚至可以坐车 去两所兵团城市 石盒子市和葵屯市六弯 只要当天返回即可 这看起来十分便于逃跑 可上面最放心的就是他们 一是因为缴纳了大鹅的保证经 二是因为自由饭的刑期 都已过了大班 再逃跑十分不划算 因为北疆历史和生产生活方式的特殊性 当地的枪支弹药管理十分松懈 这也给白宝山日后犯罪 提供了一个极大的基础 白宝山 你今天和这个李虹娘 都次里赶换 是 白宝山在监狱里 结识了一个大哥 这大哥之前在军事部门呆过 有着丰富的军事及枪械知识 于是他没事就向其请教 白宝山这么请教 除了要为报复色准备外 还因为他对枪械有着狂热的爱好 白宝山在设计方面很有天赋 年轻时更是经常用戏枪 打鸟打老鼠 几乎弹无续发 用他的话说就是 随便一抬手 不用瞄准 就能三点一线 白宝山对枪越来越感兴趣 甚至想借着送鱼 去摸看守的枪 但这都被喝退了回去 不久在狱中的白宝山 收到了一封女儿的来信 心中女儿一直哭诉 说妈妈经常被欺负打嘛 他们也吃不好 总受人欺负 这给白宝山带来了极大的震动 他痛哭异常 定下了一个远大的目标 有了这个目标 白宝山的行为指向性更加明确 在跟李洪亮学习军事知识的同时 还刻苦学习文化知识 无论是书本杂志 还是电视上虚构的真实的案例 只要是能找到的 他都仔细琢磨 寻找作案人在犯罪过程中的漏洞 分析警方的勘察思路 不久 白宝山让家里凑了一万块 给监狱买了七套牛 升级成了自由犯 与李湛玉 段克军一起在牧场放牛 为了早日出去 白宝山每天积极养牛改造 争取早日减刑 很快就得到了上面的认可 白宝山被减轻了一年 可这些都是表面现象 没多久 白宝山就因为对管教不满 点燃了珍贵的草土 此后他为自己日后安排了两条路 如果能找到工作 并且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他就重新做人 反之他就继续犯罪 抢上几百万过富足的生活 可还没等出狱两个狱友的挑衅 就让他打消了变好的念头 白宝山进监狱后竟然被欺负了 对方看他在午休 便来故意找事 狱友故意找事 是为了激怒白宝山 然后把他赶走 但白宝山并不想跟他一板见识 因为他要么不出手 要么一出手就见血 但对方还来劲了 看白宝山不怀手 就真以为好欺负 上去就是一顿王霸权 长这么大 还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 陕子哥忍无可忍 无需再认 等一分开 立刻开始做准备工作 白宝山闷声不响 在牛棚后墙旁挖了个长宽 各一米 深远两米的大坑 因为新疆是沙地土质 所以挖坑非常容易 现在就是把人骗去了 白宝山把攒的二百块钱 栽进了牛圈的墙壁里 然后趁着李战军落单 让他去给自己帮忙 李战军以为白宝山是想要服软 但爱于面子不好意思说 才找了这个借口 殊不知这是阎王在给他招手 两人来到牛棚 李战宇看扣不出来 便回去拿铁丝 白宝山赶紧扯出锤子 藏在袖筒里 李战宇孩子骂白宝山 结果下一秒 盒饭就送到手了 白宝山解决完赶紧将人埋进洞里 然后过去处理线上 他先用铁锹将墙上的鞋斩下 然后泼水 往上浮了层土 再用稻草盖住 最后把墙推翻 就这样 一个大活人不见了 当晚 玉游段克军看李战宇还没回来 就问白宝山 白宝山随便找了个借口 混弄过去 因为李战宇经常外出嫖娼 也不归宿 所以段克军并没有放在心上 反而是白宝山主动向监狱汇报了这事 玉警没有怀疑 以李战宇逃脱做了结论 但白宝山一动手就停不下来了 他又盯上了同警示的段克军 白宝山准备再查一名玉游 不是因为玉游呼噜声太大 而是他纯粹想要报复 平时他经常被两个渗油打骂 白宝山紧握锤子 鼓足竟然敲了下去 同时捂着嘴不让出声 看人不动态了 就赶紧出去挖坑 没想回来时 竟发现人还没有死透 正满脸血的在那里摸索 白宝山赶紧拿了铁锤 又给了一下子 这下终于搞定 白宝山把人扛起来 扔到刚才挖好的坑里 然后贴了一桶水清洗血迹 最后把扑开卷 扔到外边野地烧了 处理完所有事 白宝山当作没事人一样 跑到草地上睡了一觉 好像昨晚就没回去似的 杀完欺负自己的人 扇子哥睡得格外香甜 玉游也终于发现了不对劲 第二天 白宝山向玉方报告了 段克军失踪的消息 因为牛棚一年内 接连失踪两人 玉方把放牛的自由饭 全部收监 并对此案展开调查 然后另外派了名犯人 临时出进牛棚看牛 可能是这小子认床 半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 突然他发现了乔他的血迹 吓得立刻抱起扑开卷就跑 玉方对血迹进行了化验 确定是人血 血型跟段克军一致 于是立即关押了 当时和段克军 单独住在一屋的白宝山 白宝山也没料到 现场竟没有打扫干净 更没想到的是 玉方还在段克军的床下 搜到了几百元现金 从牛棚顶部 搜出了95粒步枪手枪子弹 这使得白宝山的嫌疑更肿了 于是他又被关押了120天 但白宝山一点不慌 他恕不认罪 只承认子弹是自己收集的 一口咬定 段克军是趁自己熟睡离开的 而血迹是三人 从前打架时留下的 因为段克军在外面 有好几个女朋友 还有很多外债 再加上怎么也找不到尸体 所以不能定案 白宝山再次钻了法律的空子 1996年3月7日 白宝山释放出狱 他报复社会的计划 也正式开始了 我特别喜欢枪 你们四川有没有卖手枪的 白宝山想去四川 再搞一把五四十手枪 他给谢玉民看自己复兴时 在新疆收集的子弹 谢玉民非常吃惊 同时他也不想回四川 因为他跟上一任丈夫 还没有离婚 白宝山得知知情后 开始十分生气 那思考一阵后就看开了 有这么一个女人 不一定就是坏事 正好可以帮她打掩护 为了表示自己真的不在意 白宝山当晚就付出了实际行动 这让谢玉民对他更加死心塌地 两人回到了四川老家 为了不让家人看出来 就说是一起做生意的 可男人也不傻 当即就从两人的互动中 看出了猫腻 白宝山着急要枪 催促谢玉民给他找门路 谢玉民便找来了 当地的一个混混 这混混就是个混饭的 一见面二话不说 就先跟饭店老板娘 要了几盘荤菜 喝半斤白酒 这不是空手掏白狼吗 白宝山憋了几天的怒火 一股脑全涌了上来 这下白宝山终于忍不住了 揪住一零一把扔在地上 白宝山回去了 谢玉民却忧心忡忡 因为在火车站的时候 白宝山的御友偷偷给他说 白宝山杀故人 这让谢玉民十分害怕 再思考了一会儿 他还是选择相信白宝山 于是开口问了白宝山这件事 白宝山一听 心中警灵大作 赶紧否决 谢玉民顿时打笑一律 倾靠在山子哥的胸膛 看丈夫打扰自己好事 谢玉民随其冲进呼 就是一顿管教 很快 据徐水案子已经过去一个月 白宝山准备回专摇提货 他辞别谢玉民 他谢玉民负要跟着劝 两人来到汽车站买票 白宝山带谢玉民是为了掩人耳目 同时打算拿到枪后 就做掉谢玉民 白宝山给女人 展示着自己的大宝贝 这是他从河北徐水野战部队 抢来的八一大杠 白宝山还透露了自己杀人的事 他之所以这么肆无忌惮 是因为他打算 把枪运回北京后 就把谢玉民杀人灭口 枪是找到了 可因为天太黑 子弹还没有找到 没办法 两人只能去旅馆住一晚 去第一家旅馆时 白宝山因为没身份证 前台没让他进去 第二家旅馆老大也很心善 以为他们是做生意的 就同意住了 山子哥也是经历大 明明有两张床非要挤一起 虽然被拒绝了 但山子哥还是跟乐过去 第二天 山子哥早早起床 准备去野地挖子弹 看谢玉民还没睡醒 就让其在房子里等着 谢玉民一觉睡到中午 起来时服务院已经来打扫卫生了 虽然知道白宝山杀人的事 但谢玉民不愿意相信 就又向服务院打听起情况 看确有其事 谢玉民隐隐担心起来 中午白宝山回来 叫谢玉民出去吃饭 两人要了四个烧饼 谢玉民紧张兮兮的问白宝山 有没有找到子弹 白宝山一脸的自豪 其实谢玉民并不想让子弹被找到 但现在也没办法 白宝山为以防万一 并没有将子弹带回 而是傍晚才和谢玉民一起去挖了子弹 他把枪装到蛇皮袋子里 准备就这样带回北京 为了不引人注意 两人又偷了几十个玉民 放进袋子伪装 直到天黑才回去 快到车站了 白宝山让分开走 这样更加安全 可刚没走几波 他又叫住谢玉民 白宝山给谢玉民吃的是安眠药 他想了一个可以逃脱检查的绝妙主意 白宝山为了逃脱检查 专门给女友下了药 警察看女人睡得太死 就直接跳了过去 他们不知道 女人的屁股底下 坐着一把杀人的八一大杠 白宝山时刻注意着这边情况 生怕出了一丝意外 而他自己则专门找个当兵的坐在一起 还主动跟警察打招呼 看警察绕开 白宝山终于松了一口气 就这样 白宝山顺利的将八一大杠带回了北京 应该是要劲太大 谢玉民直到坐在早点摊上 头还在疼 两人一回家 谢玉民倒头就睡 白宝山则倒出蛇皮袋子的玉民 把枪藏在床底下 然后趁夜里再藏到山上 但藏完后 白宝山迟迟没有回去 而是点了一个烟 他是不轻易抽烟的 除非遇到了很棘手的事 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谢玉民 取水的案子 从过去踩点 他把枪取出来 一共用了五十天 可以说是一次完美的犯罪 可现在却留了个尾巴 那就是谢玉民 谢玉民看见了枪 也知道了他抢枪的事 这对他来说是不允许的 现在白宝山在思考 应该什么时候 用什么办法解决掉这个隐患 毕竟他对谢玉民也是有感情的 白宝山没有立刻动手 而是先回去试探了一下 他故意没事饶食之的矛盾 想趁机发脾气 对谢玉民下手 没想谢玉民特别听话 让干啥就干啥 一点也没有吵闹 这让他没了下手的理由 没办法 白宝山只能换一种方法 他先跟谢玉民攀排了自己的所有事情 包括新疆监狱杀人 在北京和徐水杀人的事 还详细讲解了自己的杀人过程 表现得十分穷凶极恶 果然谢玉民害怕了 白宝山见时机成熟 立马上前威胁 他要让谢玉民知道 他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如果事情透露出血 谁也跑不掉 白宝山掐住谢玉民脖子 告诉其命就在他的手里 想让其什么时候死 就什么时候死 我告诉你 你要是对不起我 把你看见的全说出去 我肯定会杀了你 我不仅杀你 我还要到四川杀你们全家 白宝山要杀死自己的女人 他先趁着夜色 到山上挖了个坑 然后回家告诉母亲 自己和女友吹了 在当做没事人一样 带女友出去逛街下馆子 面对突然变好的白宝山 谢玉民受宠若惊 他还以为 这是在为昨晚生气的事道歉 在那喝喝啥乐 可他哪知 无视先殷勤 非见即道 白宝山故意逛到很晚 然后带谢玉民上山 什么去爬山 大半夜的爬什么山呀 好家伙 赶紧所有杀人犯都爱爬山 白宝山叫谢玉民 带到他挖好坑的地方 然后准备好榔头 可他却真是没有下手 此时谢玉民再傻 也已经预感到了什么 毕竟他知道白宝山的所有事 迟疑一会儿后 谢玉民猛地扑上去 抱住了白宝山 这突如其来的拥抱 让白宝山瞬间心软 可能是以柔克高 白宝山最后还是放弃了 警察这边 因为白宝山每次作案 都穿着不合脚的绿胶鞋 所以根据脚印 根本就判断不出 白宝山的真实身高 这让警察的摸牌工作 绕了许多不必要的弯路 没过多久 谢玉民又搞起了 他的布料行业 他们准备在市场 租一家门面 谢玉民看的是 店面位置和客流量 白宝山却一直在勘察地形 他觉得这家市场 出口太少 不好跑路 再加上租金太贵 于是放弃了这里 回去后 白宝山在电视上 看到了新机制的宣传广告 觉得听起来还不错 于是决定去那发展 没想过去一看 人烟稽少 整个一虚假宣传 谢玉民也不由地抱怨起来 白宝山心里烦躁 客业没停下寻找 他倒水时务一听见了 两个北方生意人的吐槽 两人提到的石家庄男三条 就让白宝山又起了兴致 他记得谢玉民之前 也在那待过 于是立刻打听 谢玉民以为白宝山要做生意 十分认真地分析起来 可没想到 白宝山是要去搞钱 别忘了 白宝山的目标可是三百万 两人又来到石家庄 白宝山过去就开始盯上 看了一阵后 他盯上了一个女老板 随手透了辆自行车 吃着方便面就开始蹲点 直到把女老板的行踪 全部摸清 白宝山换上黑风衣 断上墙准备搞钱 他来到早早就盯上的 卖烟酒的女老板家 没想只看到一个小孩 白宝山立马上前打听 听到这儿白宝山呆住了 这是抢还是不抢啊 思考良久 他决定无功而返 白宝山想再去一次保定 谢玉民急忙劝他 没想思考一日后 白宝山真的同意了 但他就此放下屠刀了吗 肯定不是 白宝山不同于一般罪犯 几次行动没得舍后 就丧心病狂 接连不断地持续作恶 而是控制盘算着自己的欲望 他像一只冬眠的野兽 折服了一个冬天 等到春夏交际的时候 开始蠢蠢欲动 白宝山来到北京得胜门外 一个烟草二级批发市场 这个市场看着不大 交易额却十分惊人 随着无一节的临近 烟饭都想抓紧时机 多赚一把 于是都放松了警惕 烟饭们都忙着交易 这也没有注意到 这个明目张胆观察的男人 白宝山到处蹲点 仔细看哪家生意最后 跟目标挑选的差不多 就开始寻找藏匿地点 他找了半天 最后选了一处搬迁的废墟 经过几天观察 白宝山觉得作案时机成熟了 于是立马趁着月色 把他敬爱的八亿大杠挖了出来 早上六点四十五分 趁着星云敏还在熟睡 白宝山试探几下 确定人没醒后 偷偷转一出门 他带着枪 骑着顺来的自行车 到废墟处换战斗服 烟草交易市场人来人往 白宝山寻找一会儿目标 选择了两家生意最好的 这两家每日的交易额 平常交易的现金全部变成了支票 这抢了也不好花呀 而另一家则没有开门 白宝山懊恼急了 正准备走 忽然筹现了另一个烟饭 那手上的钱看着还真不少 白宝山当即套上丝腕 转移目标 这是白宝山第一次持枪响杰 他拿过钱包 对着车围救谁通乱射 吓得群众们顿时坐鸟收散 白宝山也没有交通工具 硬是持着拔一大杠走了出去 因为他拿着枪 几乎没有人敢跟他对视 全部面对墙壁紧紧贴着 等白宝山一走 群众们立即报案 一时间 警车救护车全围在德胜门外 白宝山这次共抢了七万多现金 搭中了四个人 女人因为离得太近 子弹贯穿了腹部以及脊椎 直接嗜酒过多 强救不下死亡 其他三个男人 则因为离得远 没有危害到性命 处长刘维震看着伤者照片 感到神圣的震撼 他立即派人去查找线索 从弹壳分析来看 这个是八一大杠的子弹 和之前作案的武器十分相似 更是找来了专家分析 专家确认后 立马进行病案侦查 同时也快速寻找目击证人 可群众们 竟然一点印象都没有 警察让老板再好好想想 随后起身就要走 老板又急忙拦住他 原来老板是想导一些补助款 可警察听了表示没辙 不同于警察和群众的紧张 白宝山可高兴坏了 他在秘密基地换好衣服 推着顺来的自行车回去了 好嘛 感情那丝袜做完案 顺带还能送女朋友 先一敏见白宝山余杜白出去 上午了才回来 不免起了疑心 白宝山见外面人多眼砸 不让多问 等回屋进了被窝 才说了今天的事 一听这 谢玉明瞬间清醒 他已经隐约猜到这钱的来路 于是小心翼翼地询问 白宝山把头靠在谢玉明胸前 轻描淡写地说了今天发生的事 那语气好像杀人抢劫 是一件接袭寻常的事 谢玉明一下绷不住了 不仅如此 白宝山还告诉了 女友自己杀人的事 当时他头盗丝袜 持枪当街抢钱 打死了一个女老板 打伤了三个车瓜群众 谢玉明害怕极了 他不理解白宝山为什么要杀人 白宝山一听脸色变了 开始讲解他的处事哲学 现在这个社会上 谁怕谁啊 你想干抢劫 一下拿他个几万几十万的 他能不跟你拼命 白宝山每次抢劫钱 都会给自己定的目标 不管抢谁 都必须将那个人杀掉 在他抢钱和逃跑的路上 谁阻拦他 他就杀谁 可谓是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谁也不能阻挡他赚钱的脚步 谢玉明听到这儿害怕了 他怕白宝山也会把自己也杀了 白宝山立马上前安慰 说他不会随意杀谢玉明 但前提是 谢玉明不会出卖他 听到这儿 谢玉明认命了 同时给自己定了个底线 绝对不花抢来的钱 但很快就争相了 第二天白宝山带谢玉明去取钱 同时把抢来的钱 给谢玉明分了五千做生意 谢玉明立刻就接受了 还寄回了四川老家 剩下的钱 则被白宝山用来当作下次的活动经费 这边警察立即开会汇报摸牌情况 可线索少得可怜 除了留下的子弹弹壳外 就剩白宝山蒙面的丝袜 既然不能主动出击 那就加强防范 警队开始天天巡逻 以此震慑歹徒 再看白宝山 因为外面警察太多 他就干脆歇夜 天天窝在家里睡大觉 就使得谢玉明开始抱怨 为了少听点啰嗦 白宝山只能出去帮女友摆摊 可实则是进行踩点 得手一次后 白宝山的野心更大 他在短时间内急速想抢劫其他市场 以此来加速实现抢劫300万的目标 可北京公安的这种措施 是白宝山不得不立即调整战略 寻找新的犯罪出路 女人惹怒了白宝山 白宝山搂过其脖子 狠狠压在床上 大概是真的生气了 白宝山丝毫没有收信 冲着女人的脸一拳又一拳 这还是谢玉明第一次被打得这么重 他一时间愣在那 半天回不过神了 看谢玉明不再挣扎 白宝山坐在了一旁 没想谢玉明突然下床逃跑 白宝山吃了一惊 立马叫人拖了回去 随即就是一顿更重的殴打 为防止谢玉明逃跑 白宝山用铁链子将其捆在了椅子上 就这么坐了一晚 有了那样的惨痛教训 谢玉明哪还敢反抗 白宝山也再次立规矩 看女人不再反抗 白宝山将她的铁链拆下 谢玉明流下了绝望的眼泪 因为上次错案 让北京警察有了防范 白宝山准备去新疆继续搞钱 他让谢玉明跟自己一起去 谢玉明十分不愿意 他们白宝山又抄起了棍子 谢玉明立刻惊神 白宝山告诉谢玉明 让他配合自己 在母亲面前演场戏 就说不去新疆 失去四川老家 五一劳动节到了 白宝山带着 终于消肿的谢玉明回了家 这还是这几十年 全家人第一次 一起吃团圆饭 老母亲不禁抹了几滴眼泪 白宝山跟计划的一样 告诉母亲自己要去四川 谢玉明则一声不吭 在旁边看他演戏 警察们为了破案 放假了还在加班 殊不知白宝山 已经转移了战地 白宝山从床底摸出枪 准备收拾东西 去新疆搞钱 他把抢来的五万元 给了弟弟 可他哪知道 这竟是兄弟俩的 最后一次见面 为了躲避安检 白宝山把八一大杠 藏在了身上 然后和谢玉明分开进站 等安全后 再来到楼梯死角处 将怀里的八一大杠 取出来 再进包里 一把杀伤力极强的武器 就这么被带上了火车 马上要到新疆了 白宝山的心情无比舒畅 和谢玉明见状 赶紧上前帮忙说话 这就是带女人的作用 不过白宝山这脾气 就算没事 也得搞出点事 为了不再生气 白宝山干脆爬到上铺 睡起了大笑 经过几十个小时的颠簸 两人终于到了 新疆乌鲁木吉 谢玉明感到很新奇 想逛街 但还要找一个帮手 就是在新安监狱 服刑时的御友 关天明 白宝山在北京作案不成 便将战地换到了新疆 他光提把枪 其他下宝山带着谢玉明 去了一个叫化园镇的地方 他服刑时听人说 这里有个弹药库 于是来补充弹药 但等到了发现 弹药库已经搬了一年了 这可如何是好 新疆这地方又大 光凭白宝山一人 肯定要花费很长时间 况且他们带的钱 也已经花得差不多了 于是白宝山准备 再找一个帮手 他来到石盒子市 莫索弯曲的石货弹诊 找当时的御友关天明 关天注意 白宝山把关天明叫出去 谈这次来的目的 顺便开始做港签培训 第一步就是不能抽烟 抽烟会留下把柄 你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长了 要抽烟 就得把烟头扔 包括你抽什么牌子 你的烟嘴 有什么特征 这都会有麻烦 白宝山研究过不少案子 出事大多都出在抽烟上 有的时候 在警察眼皮子底下 一潜伏就得好几个小时 别说抽烟了 就是动一动都不行 那个时候发烟音 看山子哥如此专业 关 山子哥 我跟你干到底了 二人一拍即合 当下开始工作 因为新疆地方大 白宝山还专门搞了辆摩托 为保证计划的隐秘性 他又从关天明家搬了出去 现在的首要任务 就是给关天明也配一把枪 白宝山要再搞把枪 送给刚说的小弟 在新疆这地方 枪还是比较好搞的 现在最要紧的 就是给亲人做港前培训 白宝山告诉小弟 他这人做事 不喜欢太急躁 干啥必须先摸清楚情况 想好不舍 并且制定好方案 然后再把所有可能会发生的状况 都考虑进去 白宝山做事十分谨慎 没准备的事 宁可不做 现在他制定了两个目标 一个是继续摸棉花点 为下一步搞棉花款做准备 另一个就是搞枪搞子弹 枪和子弹还没有目标 于是他准备先抢劫棉花款 他给小弟制定了裁点的范围 十盒子地区内 七道奎存 东道长几 望远200公里的棉花收购点都要抛 不能怕麻烦 可是现在 也不是收购棉花的时候 等到收购机也再去考 那就完了 我宁可花上几个月的时间 提前把情况摸清楚 定好目标 等到能动手的时候 雷厉风行 搞大家 把距离拉得远点 两三天之内 连续端的基础 看大哥头脑如此清晰 关天明十分佩服 接下来的两个月 俩人就一直在踩点 丝毫没有停下脚步 同时顺便看看 搞枪搞子弹的地方 他们来到一处军事基地 假装摩托车换了 蹲在地上看车 实则是观察哨兵的武装情况 1997年5月 白宝山和关天明来到兵营门口 如法炮制之前的办法抢枪 可正要动手时 突然出现了突发情况 因为最近逃走了两名犯人 上级突然加强了警卫防范 变成了双岗之行 这可把白宝山吓得不轻 立刻决定返回 但他并没有放弃 而是又来到奎屯市 驻军魔训练基地 经过观察白宝山发现 站岗的士兵 配有和自己一样的发一大纲 他瞬间心动 于是立即做好了准备 白宝山给关天明 讲解哨兵的换岗情况 让其帮忙盯哨 自己则手脚麻利的 接近训练基地 没想却被当兵的发现了 干什么呢 白宝山见状立马撤退 驻军官兵看没有遭受袭击 东西也没丢 就以一般盗窃案处理了 并没有继续追踪 可没想白宝山又遇到了意外 他们回去的路上 竟遇到了巡逻的警察 警察看两人行踪猥琐 就要查身份证 关天明赶紧上前交涉 可半天也没放行 突然白宝山开枪射击 警察瞬间被吓走 警察立马回警局叫支援 但等去了发现 什么线索都没找到 于是这起案件的真实性 受到了怀疑 白宝山就此又躲过一劫 白宝山为躲避追捕 徒步行走了20小时的隔壁滩 更没想刚出来 就碰到个无人看守的武器库 这不是天上掉馅饼吗 他立即捡了块砖头扔了进去 里面只传来了狗叫声 看来确实没人 但他现在不打算动手 打算回去养足精神再继续 两人回去后睡了一天一夜 连饭都没吃 第二天一走 就骑着摩托过去踩点 经过前后六次踩点 白宝山觉得条件成熟了 他专门打着了两个撬棍 还砍下一根树枝 做了套狗的工具 可等两人费劲撬开大门时发现 这里面啥也没有 原来这个武器库 早在半年前就被撤销了 打狗式的枪声 惊动了附近的农民 农民立刻抱拦 警察开始并不在意 可等听说是军运枪之后 立刻赶了过去 可打开舱门后发现 里面啥也没丢 这让警察一时间 搞不清楚作案动机 于是专门开会分析 有警察认为 罪犯窍门 可能只是为了吃狗肉 可也有警察觉得不对劲 双方一时间起了城址 最后局长派板 这极有可能是为了到军火去的 因为他们不知道军火库搬迁 所以才发生了这个事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警方当下开始撤查军事武器 就在行动进行的如火如荼时 突然接到一个报警电话 一家旅馆的床下面 发现了一枚子弹 警察立刻赶去搜查 果然在床上 发现了一包藏匿的子弹 为抓住嫌疑人 他们在旅馆附近蹲点 何等抓住人后发现 并不是白宝山他们 而是一伙准备抢劫银行的 可惜还没开始 就已经结束 这边 白宝山因为行动失败非常气愤 为了这次计划 他可谓是投入了大量精力 甚至两人发现行动失败后 为了躲避追查 还再次步行穿越了大戈壁 这次直接走了一天一夜 更令人沮丧的是 路上他们还杀了人 为了缓解心情 白宝山破例 陪关天明喝了次小酒 顺便商量下一次的计划 你是什么人 我是死存人 我是干毒点 看白宝山如此无情 小弟直接吓出了冷汗 对其更加唯命失从 白宝山把男人身上的钱一拿 和小弟一起 把人埋在了乱石堆地下 至今尸体都未被发现 这个一乡人 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啥也没干 就这么克死他乡 白宝山处理完尸体 还不忘给小弟洗脑一波 这就是命 他命中固定 撞到咱们的墙口上 可是实际上 总是有些人要活着 有些人就得死 你别看那些吃草的动物 那是给人家吃肉的预备 咱们要当吃肉的 不能让人把咱们吃掉 这就是白宝山的生存法则 因为家庭和遭遇原因 他的心理已经非常扭曲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可来到新疆后 白宝山的计划就一直没有实现 只让他十分恼惑 从不喝酒的他 竟和关天明喝了个一醉狂修 正当头晕眼花 躺在床上会周公时 出去窜门的谢玉敏回来了 看样子还十分兴奋 这两天我想出他门 去乌鲁木齐玩两天 我怎么去又什么 原来谢玉敏从邻居女儿那 听说了一个好地方 就是乌鲁木齐的边疆宾馆 那是个异常活跃的边貌市场 有钱人都会去那 很多维族人用旅行包 提着乘口人的钱 做到会生意 那里钱非常好赚 跟捡钱一样容易 听谢玉敏说完 白宝山立马来了兴趣 他正愁没地方作案呢 今天的作案计划 立马在头脑中形成 第二天 两人一早就出发 去往乌鲁木齐 边疆宾馆是真实存在的 它位于乌鲁木齐市东南 新疆大学旁边 这里是过去部队的一个招待所 改革开放后 逐步成为新疆最大的边貌市场 为国家二级客案 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的客商 都会带着大量的美金 来这里采购 本国需要的锦销货 或带着洋货来这里收卖 然后再将人民币换成美金 这些货物一般都是通过 阿拉山口和伊犁口岸 运往国外 看着异常繁荣的边疆宾馆 白宝山仿佛发现了金大陆 到处打听 为以后的犯罪做准备 同时 警察也在加班加点的破案 这是我见过 头脑最情形的罪犯 我现在只是个嫌疑人 你没有权力向我开枪 你拿刀心胸 我就可以开枪 你们小孩呢 我没有主动攻击 没有威胁太阳生命 你敢开枪 你明朗就会触碰你 你警部还想让开枪呢 你小子就是聪明 对我记得还熟呢 就是一位警员过来汇报 原来是罪犯张国民 喊上了自己聘头的老公 为罪钱逃到这里 好家伙够理直气壮的 警察继续叫售 他还没走几步就被叫停 你再往前走我就自杀 这个主意好 这可是你自己的决定 你要自杀就快一点啊 说着张国民还真走了出来 警察们还真不敢开枪 看着张国民在那大放厥词 警察忍不住了 只见警察们纷纷在周围寻找机会 有的捡石子 有的捡棍子 还都是那种大块的 张国民撒嘴就好 石头如雨点般落下 有些还砸进了屋里 警察队长手持长棍踹开了大门 警察们不费一枪一弹 终于将歹毒制服 可他们抓了这么多人 就是没找到一个和盗窃军火铺一关的 为了抓住百宝山 警局队所有驻地的军事器械 和社会上的黑枪都进行了摸底 但十天过去 把北野镇的所有枪都校验完毕 还是没发现相同的枪支 最后在北野监狱的弹药库里 发现了弹底标识同为 七五八一的子弹 我们必须放弃 以前我们所有的地方 全力以赴考虑边境宾馆 白宝山的目标是抢劫300万 而边境宾馆 是能最快速度实现目标的地方 单去那里的前提 是先要搞一把短枪 这样才能更好配合 一长一短两条枪 短枪灵活 抢劫的时候 用得也方便 长枪火力 对付周围图法世界 什么图法世界 那边有功 在向前的时候 有人反抗 就要立刻开架打死他 在枪械上面 白宝山可以说是专业的 紧急培训完 他就让关天明摸查 看石库潭谁有首相 另一个领带 包括他们的身份 住址家庭人口情况 经常出入的路线 还有他们都什么时候带枪 平时把枪都放在什么地方 白宝山交代的事无居息 经过几天的裁点 关天明找到了三个目标 第一个是个派出所所长 经常在派出所值班 但不知道回去拿不拿手枪 第二个是派出所底下警务区的警长 每次出去办事 都会把手枪别在腰上 第三个是一个叫贺之兵的警长 家住在石库潭 但上班不在这里 每天都要有很长的通行时间 经过一番比较 白宝山的目标 锁定在了那个叫贺之兵的警长身上 第一所长目标太大 第二他们就住在石库潭 如果这里发生命案 警察是必会来个大清查 到时候他们就藏不住了 警长是他熟人 经常去他地的烤肉摊吃烤肉 还帮忙介绍过买羊渠道 白宝山看出了关天明的疑虑 你怎么这么凉的气 要是这样 干脆 咱们什么都别干了 看大哥生气了 关天明赶紧收集新资 做警长家住在石库潭 在东复城上班 中间的路上正好可以动手 可眼下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距离太远 为了方便作案 两人打算搞辆摩托带步 但他们不打算偷 而是蹲在路边守住带兔 没一会儿 一个骑摩托的路过 这辆摩托车不错 咱就搞塌吧 骑摩托的还不知道 死神即将临近 恶魔白宝山才不管这么多 他看上了你的东西 你就得死 白宝山叫上小弟 把男人的尸体 随意掩埋到了味道 然后继续自己的计划 白宝山要抢警长的手枪 他和小弟骑着抢来的摩托车 来到警长长光布的烤肉摊 那就何警长 咱们要不要过去看看 别扯那么近 因为烤肉摊是关天明弟弟拍的 所以白宝山非常害怕暴露 看着警长腰间的配枪 白宝山露出贪婪的目光 警长一走 两人立马上前打听情况 弟弟要托贺警长买羊 但是又忙不开 正好给两人制造了机会 两人赶紧将火烂下 贺警长下礼拜都要值班 去东复城 明天就要回趟家 两人赶紧抓住机会过去 要说这两人还是胆子大 直接去了派出所的值班室 说话间贺警长过去 将配枪别在摇肩 而白宝山的眼睛也一直没离开过 这是个五四式首枪 因为对贺警长的值班时间点 以及警卫室附近的情况还不清楚 所以两人决定先踩踩点 然后再动手 借贺警长摩托车的 是他的小弟 一个新上岗的民警 何时日后也死在白宝山的枪下 两人跟着警长来到洋场 为了制造更多的接触机会 关天明故意表示不满意 你这羊也太小了 这也杀不出肉了 想愣的羊小了是愣吗 贺警长为了证差价 还专门进去帮忙挑选 殊不知自己就是带宰的羔羊 就这样 贺警长跟着两人来到了一片荒郊野外 这里会是白宝山动手的地方吗 突然三人停了下来 白宝山要杀警察 小弟紧张地产生了幻觉 他以为警察要过来抓他 于是不断后退 一不小心 太空掉进了河里 警长见状二话不说 直接也跳了进去 这把白宝山看懵了 白宝山也跟着跑到了河边 但他没想救人 而是此次盯着警长邀件的配枪 那是他日思夜想的东西 白宝山趁没人注意 巧巧捡了块石头 他想趁机干掉贺局长 可看着筋疲力尽的两人 又改变了主意 别人知道贺警长和他俩出去 如果这时候杀死 那一定会被怀疑 看着浑身湿透的贺局长 关天明心里又反起来纠结 自己总不能恩将仇报吧 白宝山看出了他的心思 你是不是觉得 啥救命日有点不忍心 问你个问题 同情心能换了钱吗 那我们什么时候 能过上好日子 不等关天明回答 白宝山举起了之前 两人坐牢的例子 他们把我从北京 扔到这荒唐隔壁上 有谁图情人 人不畏己 天主地灭 为了咱们的好日子 和之兵必须上 这句话让关天明 无力反驳 很快 白宝山就准确摸清了 贺之兵习惯放枪的位置 加上又准备好了 作案用的摩托车 白宝山觉得时机到了 可能是马上就要实施计划 白宝山激动地睡不着觉 他犯来覆去 最后半夜爬起来摸枪 只有这个能让他安心 关天明也睡不着 他还是克服不了心理这一关 关天明说不出话了 白宝山继续交代注意事项 到时候他主攻 关天明也不 不管现场遇到什么人 都不能说软 不能留下一个活口 第二天一早 两人就背着干粮出发了 他们准备早早过去 占据有力地形 然后一直潜伏到晚上 8月8日夜晚 白宝山看时机差不多 就让关天明拿着枪上 但关天明很怂 白宝山只能亲自行动 两人偷偷摸进派出所的值班室 此时值班室内 特志兵和徒弟史春生 正躺在床上看录像 白宝山冲进民警值班室 打死了正在观看录像的警长和警员 并迅速拿走了警长所配的 五四式手枪和子弹 走的时候 还顺手关了录像机和电灯 负责打扫的跑街听见了 但以为是电影里的声音 便没管 第二天开例会 大家发现两人没来 都以为是值班太累睡过了 并没有叫 吃饭时一名警察过去叫人 看两人一动不动 还以为仍是在睡觉 更离谱的是 后面有两个民警 进去接录像带 都没有发现两人的异常 此时离枪击案 过去已经有一天一夜了 终于第三天 录像机的主人 过来要录像机 才在窗口发现了两人的尸体 吓得一臂骨刺在地上 在那个和平年代 谁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 歹徒竟敢直接来派出所犯案 杀的还是警长 事情一出 直接轰动了整个新疆 案情迅速上罢到兵团公安局 和自治区公安厅 经过对现场遗漏的弹壳 和未被抢走的现金进行分析 公安厅迅速将此案 与七五十枪杀狗案并案 认为这是同一伙人所为 因此七五十枪杀狗案 有群众目击到 有两人进入军械库 所以将其暂定为 二人或以上的团伙作案 鹤警长一公殉职 家里只剩妻子和儿子 得知此事后 娘俩瞬间探坐在地 将拥而弃 这对他们来说 简直是天塌的消息 而他们已经不是第一个 因白宝山而破损的家庭了 这件事 在当地引起了群众的极大分开 全新疆的公安部门 也对此事达到了空前的重视 与此同时 他们发现这两起案件的 用枪子弹 和北京当街持枪抢劫的子弹一样 于是立刻发行去北京 公安厅认为 歹徒想象的目的是抢劫 目标很可能是 日趋的大型银行等金融机构 于是发出通报 要求北江各城市的公安部门 保持高度警惕 重点排查 各个交通要道 严防指向歹徒流窜作案 然而还是晚了一步 白宝山和关铁明死时 已到达了乌鲁木齐的 边疆宾馆 白宝山杀了两个警察 还抢走了一把五四式手枪 然后立即和小弟 将作案用的红色摩托车 扔进河里将会挣去 做完这一切 白宝山又马不停蹄地 进行下一次作案 他再次来到 早就盯上的边疆宾馆 对下一次作案的现场 和进出路线进行踩点 等看得差不多好 又和小弟一起 在距离边疆宾馆 约900米的新疆大学 选择了一片树林 挖了一个用于藏枪 和储存赃款的大坑 对这次作案 白宝山可谓是煞费毒心 就连坑上掩盖的木板 都是从几十公里外的 石货摊带来的 毕竟如果成功 那他就能直接实现 抢劫300万的终身目标 与此同时 警察从8月12日起 至16日 对石盒子周边地区的兵团 军备库 武警部队和银行等 所有能发射 7.62毫米步枪子弹的制式枪 全部去弹坑比对 和插了近400支 都没有一个相同的 而真正的罪犯 德庄做没事人一样 蹲在院里 给媳妇摘豆角 这件事 白宝山并没有让谢玉敏知道 而自从杀了警察 关天明就一直很怂 他觉得当街抢劫 肯定会被抓到 于是名思苦想 说了个十分显示智商的主意 咱们弄两座警符 以查身份的名言 把他们交入市场 找个偏近地方 不容易解除了 说着这家伙 还真就拿出个证件 仔细一看 竟是那个被打死的警长 克制冰的 白宝山气得够呛 可关天明还以为自己很聪明 关天明还想让山子哥夸他 可山子哥想杀他的心都有了 他能证明你是警察 他只能证明你是杀人犯 去杀害赫制冰的凶手 白宝山让关天明尽快烧掉证件 不然肯定会惹火烧身 突然谢玉敏来了 白宝山赶紧假装没事 临走时还不忘用眼神叮嘱 可刚一走 关天明就耍起了脾气 跟随着白宝山作案 胆子没大 脾气到大了不少 白宝山不知道 他马上就要被猪队友坑了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 关天明并没有烧掉警察证 而是将徐真在了镇中学附近 很快 警察镇就被学校的清洁工发现了 还上交到当地派出所 警察立即去赫制冰家 询问详细情况 经过一阵推敲 警察们慢慢找到了破案的关键 白宝山给枪里填满弹药 然后又带上刚抢的手枪和所有子弹 这次相接 他做好了破斧陈州的准备 1997年8月18日 白宝山和关天明从石货滩驻地出发 他们抢劫300万的目标 马上就要实现 两人来到目的地乌鲁木齐边疆宾馆 这次行动 白宝山一共制定了两套法案 如果遇到合适机会 当天就实施抢劫计划 如果没遇到 那就做一次实地演习 计算好从边疆宾馆 到小树林秘密洞穴的准确时间 然后第二天再实施计划 白宝山将枪支弹药 藏到事先挖好的坑里 然后带着关天明开了间房 为了接近目标 他还专门挑了个高档酒店 白宝山叙事待发 可关天明又开始怂了 看关天明这怂样 白宝山知道 他这是太紧张了 对于明天的行动 白宝山已经做好了十分周密的计划 他计算过 同开第一枪 到警察赶到 最快也要十到十五分钟 所以他必须在两分钟之内 完成抢劫 争取五分钟之内 就离开边疆宾馆大院 动作要快 姿势要帅 白宝山交代完一切 就让打开电视放松放松 此时的新闻里 正好在介绍边疆宾馆 一年一度的国际贸易洽谈会议 将在边疆宾馆召开 白宝山露出了兴奋的微笑 第二天 两人带着墨镜来到目的地 果然这里有很多新疆人 和外国客厂在洽谈生意 看着几人蹲在路边 跟小商贩一样 实则谈的是三十万的买卖 可这根本输不了白宝山的发言 我看差不多了 咱就抢了三十万的吧 关天明就这点要求 白宝山一点不急 他打算继续蹲舍 逮个大家伙 这时一老一少两个维族人 背着旅行包来了 如果猜的没错 里面装的全都是钱 白宝山赶紧上线查看 看着那成捆成捆的钞票 白宝山锁定了目标 他已经按捺不住了 白宝山掏出八一大杠 准备抢劫一百万 一个卖羊肉串的过来 男人这么说 是因为白宝山没吃他的羊肉串 不得不佩服这彪悍的民风 白宝山不被影响 追着枪禁止走向两个维族人 枪声一响 大伙都惊呆了 维族小伙赶紧拿着包跑路 白宝山突然击枪就追 若是一个保安过来阻拦 白宝山抬手就这两枪 还顺手打上了一名路人 这下大伙都害怕了 维族小伙为了躲白宝山 专门藏在大货车中间 可这难能逃过白宝山的手上行 只见他略是小气 就将人呆个正着 可怜爷孙俩都死于白宝山枪下 白宝山抢走背包 却小处林和关天明会合 他胆子是真的打 就这样一手拿枪 一手扛钱大 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 路过行人纷纷避让 当时的保安十分敬业 红伙被打死了也没害怕 还沉群结罪地追了上来 白宝山见人太多 便鸣枪警告 没想中人并没有被吓退 保安这一喊 引来了更多人性群众 可还没等人反应过来 就死在了白宝山枪下 白宝山竟然没甩掉尾巴 继续加快速度 向学校的侯院感觉 因为见识了白宝山的凶残 众人都刻意与其保持距离 白宝山看吸引的人越来越多 心里当即生出一个主意 他快步进入一个拐角 在这里布置了第二杀人现场 因为保安的叫喊 很多热血学生也加入了追击队伍 可都被早早埋伏好的白宝山 打个正着 白宝山突然出现 因为是近距离射心 中枪的几乎当场病命 尤其是两名稚弄的学生 枪案发生十几分钟后 警察终于来到了现场 因为受害人数太多 直接调来了近千名武警官兵 连江宾馆车围几公里 直接被封锁 这次案件直接震惊了全国 白宝山抢完一百万十几分钟后 警察才赶到现场 而此时的白宝山 已经逃离了包围圈 坐上了游乐园的摩天轮 警察立刻赶到现场提取线索 白宝山这次作案 打中了十二个 当场打死了七个 还抢走了一百多万 案子直接震惊全国 警察找到了弹壳弹头 和白宝山装呛的包 这是后面侦破案件的 一个重要线索 为了更好的随机白宝山 警方还派出了警犬 警察跟着警犬 一直来到了学校后院 他当时因为白宝山在那 固制了第二闪人现场 大家都没人再敢追 所以没人看见 他往哪个方向逃了 加上这块绣缘环境不好 警犬受到了干扰 引导警察去了白宝山 逃走的相反方向 这正好使白宝山 引导了逃跑时间 随着局长一声令下 乌鲁木齐警察立即行动起来 将全市十七条 主要通道全部阶段 共设置二十九道路下 二十分钟后 个人机动小组 就已经完成了包围圈 并对包围圈内 进行地毯式搜索 同时要求乌鲁木齐 周围曲线 由一把手亲自带队 在公路设卡 进行武装拦棋 对时出乌鲁木齐的 所有船量 进行全面检查 此时北京方面得到消息 因为事务大 马上叫召开 局长很是偷疼 这是医术处长发觉 新疆的案子 很可能跟北京有关 罪犯共打十二枪 打死七人 击中五人 除保安身重量枪外 其余军事一枪打死 这样的手法并不作见 和北京的一对六 血水的一对三 非常像象 并且北京案件的子弹来源 也与新疆有关 案件初步有了眉目 但眼下还有一个问题 新疆方面对枪型的判定是 五六式自动步枪 北京最后案子的枪型是 八一式自动步枪 两个队不上 一处处长建议 可以从新疆申请吊弹 但局长有些犹豫 因为体制问题 这样就代表 对新疆工作的不认同 为了不错过任何一次机会 局长专门询问了 黑龙匠的枪弹专家 在得知五六式自动步枪 和八一式自动步枪的 枪弹射击痕迹 十分相似后 终于做了决定 我同意你的意见 不过不能以局里的名义 要先以你们一处的名义 从新疆把弹壳调回来 经过鉴定 北京和新疆的弹壳的确一致 随后立即进行病案 白宝山的案件 被党中央国务院关注 列为了97年第一行政案件 很快新疆这边也有了进展 他们通过提枪包 找到了风河匠 确定了罪犯就在石河子附近 这一下缩小的范围 枪杀民警时 被丢进河里的摩托车 也被找到了 没多久 天池风景区 发现了一具无名尸体 人是被五四十手枪打死的 脸部因为被火烧伤 无法辨认 警察分析 狠狠的是犯罪分子 分赃不均 导致的内部火兵 警察立即进行搜山 可都没有发现异常 风河以上检索 警察一直查到了关天明身上 并从金安监狱调取了资料 白宝山关天明成了最大嫌疑人 但当时北京的专家鉴定 罪犯只有一米七几 白宝山足足有180 身高对不上 于是几人开始研究 猜测应该是专家鉴定错误 为了掌握更充足的证据 警方又找上了关天明的弟弟 关天君 他们把尸体照片拿出来 让其辨认 关天君一下就衬了出来 他记得关天明走向给他交代 如果自己一个月没回来 那很有可能是出事了 为了帮哥哥报仇 关天君全交代了 还说出了关天明 藏了个笔记本在老父亲家 上面就是案件的重要线索 还有白宝山在北京的地址 这下就剩下抓人了 白宝山抢完一百万 拿着枪边走边打 甚至在逃跑途中 还布置了第二闪人现场 这一架又打死了两名学生 摆脱追击的人后 他立刻和关天明会合 两人来到之前才好点的小树林 然后把脏款埋到坑里 将犯罪时的衣服全部脱下 换上身新的 为了不被认出 白宝山把衣服扔在了墙外 还把枪埋到了另一个地方 最后装作没事人一样 按照事先设计好的路线 去距离坐岸地点1.5公里的游乐园 当作游人玩爽 白宝山淡静地吃着冰宫 关天明紧张的沉冒冷汗 这时外面警车声响起 白宝山看着下面 全程追捕他的警察 心里满是成就感 下午3点 两人当作互不相识 先后离开雪上乐园 然后来到车站 没一会儿车子遇到了少侠 但因为白宝山 事先就藏好了枪和钱 所以并没有被发现 两人平安通过 回去后白宝山赶紧洗漱 然后出去四处闲逛 故意制造从来没出门的假象 此时便将宾馆枪击事件 已经传到了石虎滩 白宝山淡定的撸串 关天明在一旁瑟瑟发抖 这下有钱了 白宝山睡了个踏实觉 和谢于敏话一起来 毕竟自己刚告诉完白宝山 边疆宾馆 边疆宾馆就出事了 于是质问白宝山 白宝山也没隐瞒 直接承认了 还说要给谢于敏分些钱 谢于敏害怕牵扯到自己 表示不要 白宝山可不会放过他 此后几天 白宝山天天睡觉 关天明可憋不住了 天天追在屁股后边要钱 这可惹恼了山泽 白宝山抢完140万 就窝到屋里追大笑 小弟却急不可耐了 什么时候去取那笔款了 现在不行 下个礼拜行不行 下个礼拜也不行 白宝山是个做事滴水不漏的人 他要做好最全面的打算 等风平浪静以后 咱们再去取 不过这笔钱 就是取过来 也不能货 为什么 这笔钱只要有 就是你我的死期 咱不能花 抢他干什么 你说这话的意思 是不是有点嫌弃我了 白宝山这是在为大局考虑 可关天明却以为 白宝山是要独吞这笔巨犯 他还不知道 自己这一遍遍的询问 已经触动了对方的杀心 白宝山为让事情不败了 打算做掉关天明 8月22日 白宝山冒险带关天明去了乌鲁木齐 他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 第一是让关天明知道 在警方严密的监控下 他们没办法把钱带回 第二就是要把手枪取走 为后面杀死关天明做准备 可以见得 白宝山的这两个目的都达到了 他就在两人回去的时候 一个警察突然过来 原来是关天明的朋友 两人都吓了一跳 警察让关天明看罪犯的画像 关天明差点出了嘴 看关天明这蠢蛋样子 白宝山更加坚定了杀他的念头 为了让关天明放松警惕 白宝山回去后画起了大饼 他告诉关天明 要坐火车去内地 等到了那边再分钱 然后去海南潇洒快活 关天明还真信了 为了让关天明更相信 白宝山还带上了谢玉敏 而他则暗中准备好了铁水和汽油 因为有了钱 亿万一百五的毡房 两人所主就住 关天明也畅想起了未来 等过两年啊 咱们有个钱啊 我爸我爹我娘都去到北京去 在带我们师傅滩啊 还是头一份了 到时候啊 我就成了北京人了 师傅滩那些人啊 通通都成老土 关天明光想就觉得很美 说不知这里 就是他的丧神之地 这时谢玉敏正好想去山顶 正好给白宝山制造了机会 白宝山掏出榔头想杀人灭口 忽料被小弟发现 小弟捂着头连跑带滚 因为是山坡 很快就滚出去底十米远 白宝山眼看追不上 掏出了备用武器 五四式手枪 看人抖了 白宝山快速跑上前 掀起个石头又补了几下 确定人死了以后 就取下身上可以证明身份的物品 白宝山将提前准备好的汽油 交到关天明脸上 然后用火柴点燃 他想这样就不会有人认出 可没想 这反而成了他最大的一个漏洞 竹部队又死了 白宝山轻松了一大截 可旁边的谢维敏吓坏了 他本来是出来旅游的 没想看见了现场直播 你干什么 温天明很危险 我必须杀着他 这些东西你拿上 到林子那边找个地方 把它埋了 哦 好 见识过白宝山的凶残 谢维敏简直违命是从 生怕对方把自己也杀了 可白宝山这样的性格 他还是不放心 你不会把我也杀了吧 我不会杀你 我对你有感情 其实 我也不想杀天明 不过 他太危险了 然而实际上 白宝山不杀谢维敏 不单单是因为有了感情 更多的是要借谢维敏掩护 将赃款运出新枪 回到乌鲁木齐 白宝山的第一件事 就是立马买好 第二天下午到北京的车票 当然用的是谢维敏的身份证 第二天上午 他又带着谢维敏 将抢来的140万取了出来 同时还挖出了枪 没枪他心里就不踏实 两人到宾馆开了间房 把钱全倒到床上 见到这么多现金 大概很多人都是这反应 可白宝山来不及感慨 他让谢维敏把钱上的封条 全拆下来 用毛线把钱捆上 然后再缝到马甲里 接着又来到公共厕所 把封条扔进里面冲了 为防止再次做案 白宝山把枪弄坏人了 可这也让他开始焦虑 谢维敏不理解 你们女人就是投过长戒指短 男人想什么 你们永远也不知道 干我们这样的 这把贪 这把收不住手 大丈夫 该说手就说手 不然 早晚肯定走 那再跟枪有什么关系啊 笨蛋 枪是男人的胆 有了枪 我就会不顶手地继续干 最后 只有思路一条 我把枪拆了 弄坏了扔了 这样 就断了我想再干的念头 第二天两人坐上了回北京的火车 直到过了河西走廊 白宝山的心情才开始轻松起来 到北京后 他们就开始想着 这笔钱该怎么花 黄雄光蛋 变成百万富翁 两人都抑制不住的兴奋 可这样的美妙生活 仅仅就过了五天 这是白宝山被抓的日子 这话要搁在几年前 白宝山会十分感激 但现在他知道 今天来的这些 都不是擅长 警察们死死盯着他 仿佛要决一死战 现在就去啊 对 现在就去 今天是晚了点 不过明天你才累得上报 这是你的事啊 还有我催你啊 那好 你没等一下 我去穿件衣服 白宝山进去穿件衣服 顺便拿出衣柜里的手枪 他决定平死一搏 可就在这时 母亲来了 是不是我儿子的户口下来了 这可真得谢谢你们了 宝山哪 真是件大喜事啊 等户口落上了 小谢回来 就把你们的事给办了 白宝山虽然杀人如麻 但他十分孝顺 他不愿意让母亲看到自己这么丑陋的一面 于是选择放弃抵抗 白宝山知道 他这走了就再也回不来了 于是临走前又看了母亲最后一眼 白宝山一下去 就立刻被武警拿下 外面已经布满了警力 而白母也被声音惊动 看到了这一幕 他没想到自己的儿子 终究还是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1997年9月5日晚 被公安部定为全国行政一号案的白宝山习军 袭警持枪抢劫杀人案 终于赶在十五大召开前告破 而谢玉敏 白宝山给他分了十一万 他并没有像开始说的那样不要 而是转眼就疯狂消费 他去商场给自己只换了生行头 然后带着剩下的钱回了四川 还给父母和女儿带了礼物 可着礼物还没有无热乎 就被赶来的四川警方抓了 白宝山和谢玉敏被押解到新疆 1998年3月3日 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白宝山一案公开审理 白宝山被判处死刑 谢玉敏被判有期徒刑 12年 喜欢的拜托帮忙 关注转发 我们下部局再见